我们山西年夜饭中的一个硬菜 扒肉条 也叫烧肉 今天分享给您 咱们选用这种一层一层 有肥有瘦的五花肉 是最好的 吃起来肥而不腻 特别香 五花肉切成大块 放入冷水锅中 加姜片 料酒 焯出浮沫后 捞出洗净 切成一厘米的厚片 备用 接下来咱们炒糖色 倒一点底油 放入冰糖 炒成这种深红色 倒入开水 加入一些常见的配料 放入肉片 煮至七分熟 捞出肉片 晾干表面的水分 汤留着备用 另起锅倒油 油热后 用中小火 把肉片炸至微干 炸出油汁 最后放回汤锅 炖30分钟 浸泡两小时入味 吃的时候加热即可 您学会了吗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次见 感谢您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Dan所 per distribution 난下的配方 制驹